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看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白偉聰 非常感謝各位陸續加入 因為我們有些風雲局 未曾 港村 或者 未曾深入的問題 就會在Patreon 和各位繼續分享 這一天 過去四十八小時 非常嚴重 香港人一覺醒來 發現 英國政府 警方高調 驅獲了 香港特區政府 駐倫敦經貿辦事處 行政經理 叫袁松彪 透過袁松彪 他也拘捕了一名 移居到英國 很多年的 在倫敦 Hithel 機場 做入境保安 但是同時 也被勾 搞一間私下的 所謂的保安公司 這個叫做 衛志良 Pieter White 而衛志良 就僱用一個 他以前 在Hithel 工作的前同事 也做過 英國皇家 海軍陸戰隊 一位勇武 前線的西人 叫做 Matthew Tricket 叫做迪吉 本來 叫迪吉 走上去 踩線 跟一間香港的 金融投資公司 收數 跟誰收數呢 就是叫他上門 去滋擾一個 姓鄺 英文名叫Monica 被指為 席捲了超過一億港元 是跑來英國 被居的一名 香港女子 誰知道 在執行的過程 這個叫做迪吉 的前海軍陸戰隊 他現在其實還有一份工作 在Hom office 那才騎來 在上門 滋擾的時候 就不斷把水 進入門口 那裏 想說 是逮捕他出來 因為要收數 是吧 誰知道 這個姓鄺 的女子 都是見慣大場面的 在房裡 在房裡 在房子裡 報警 警察到場 就馬上抓了 這個叫迪吉 在迪吉的手提電話 表面上是這樣的 至今是這樣 我們把案情重組 發現 案中有案 原來迪吉受僱於 魏智良 魏智良 是受聘於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 這個經貿辦的行政經理 袁松彪 原來較早時在去年 另外有一件工作 是要請給迪吉 就是831 在倫敦羅冠聰等人 他們離散的香港的組織 在倫敦那裏抗議 就叫迪吉 去偷錄和拍照 然後就交給 這個袁松彪 是吧 現在 英國政府就認為 香港是從屬於中國 這樣的行為 是屬於間諜活動 所以我們在那個 《風雲快信》裏面 是指出那個要點 這個兩大要點 就是第一 就是英國的 Heathro機場的入境處裏面 竟然有 是受僱於中國、香港 或者間接於中國 滲透的臥底的人員 這些人公然 是思路 開一間保刊公司去接 中國和香港的生意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英國政府透過這次的拘捕 在象徵意義上 告訴全世界 和包括香港 現在我把你香港 當作中國的一部分 你是敵對國 這個呢 這個這樣的立場 是出自於香港的前籍民地 中主國 是告訴全世界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既然你中國 是中英聯合聲明 是為歷史文件 什麼都不承認 再加上《港版國安法》 和《23條》的話 在香港的內部 還要串串攻 強烈譴責 痴之以鼻 是說我英國國會 對你提出的規勸 是干預內政 既然這樣 一不做二不休 大家就公事公辦 所以這個叫做《袁松彪》的事件 是很嚴重的 正如我們在《快信》那裡分析 為什麼中國外交部 那個反應是戰狼激烈 而香港特區政府 突然間這麼暗示 就不夠膽 不夠膽 強烈譴責 痴之以鼻 換火自焚 搬起石頭 打自己的腳 只是幾乎 哀求 是英國警方 要公正處理 英國警方當然會公正處理 他是你的前宗主 你現在香港特區 是向全世界說的普通法 都是你的前殖民地主人 留下聖給你 你覺得他會不公正嗎 你覺得他會拘捕了袁松彪 彪哥進去嚴刑敲打四拍四 然後用那些電棍 來電他的生殖器嗎 不會的 英國是一個講普通法的法治國家 他一定公正對待 你放心 官方管好的 你現在中港第二個層 對這件事反應之不同 我就會由政治的經驗 或者我的主角去推測 你這個阿爺 是會對你香港特區政府超級不滿 我沒有策劃叫你搞這樣的事情 我是叫你踩線 這個羅冠聰等人確實觸犯國家安全 這個是你的職責 但是你越來越用人不當 為什麼弄了一個叫Peter White這個位置 再前線弄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西人搞壞我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尤其是袁松彪 李家超在被捕後對英國警方公認不諱 是跟李家超很熟悉 不只是很熟悉 是比打拼 非常非常密切 家庭關係 現在這件事燒到這裡 是案中有案 裡面暴露的深層次結構是非常觸目驚心的 我們在快信的時候已經 就這個案情已經作出一個推敲 已經猜得到就是因為前線的 這個Matthew Tricket和那個惠智良的表現 並不專業 甚至是粗疏 結果累到袁松彪就斷政 而特區政府為什麼那個態度這麼客氣呢 因為很簡單而已 因為他知道英國警方已經掌握了所有的證據 就是說斷政兼入硬 所以唯有現在就求情 求情之餘 不知道或者棄居補稅就是割借 把整件事看能不能袁松彪自己揹著 這些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 接回我上一個快信裡面說 前線執行任務那個Matthew Tricket 他是前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這個王家海軍陸戰隊以我操淺的軍事知識 我知道這個成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的一個很特別的擊隊 他不是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是一個譬如說已經是普通的軍事編制 裡面以這個C級去組成 他是一個王家突擊女 這個突擊女下核三個型 現在的編制大約五千多人 這個是特種部隊來的 是英國的特種部隊 英國特種部隊大家只認識SAS 很出名的 這個特種部隊 但是其實還有這個王家海軍的突擊女 這個王家海軍的突擊女 就是專門擅長海上的作戰 而他的小州隊SBS也是很出名的 執行過很多擊的任務 在二次大戰的期間 屢立戰功 在洛曼帝登陸 也都肩負在劍灘 和黃金灘的搶灘登陸任務 這些已經是二次大戰的戰功 我說近代 1957年開始派著北愛爾蘭 對付反恐任務 也都是交給這個王家海軍陸戰隊的突擊女 你想想北愛爾蘭當時是什麼 是一個戰爭的地方 哇 簡直是整個英國打仗 而這個任務交給這個王家海軍突擊女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硬正 和他們的訓練了 這些軍事細節不說 大家去推敲一下 其實要招聘一個人進去訓練超過30週 還要多一年以上的培訓 他也做了超過六年 我看看紀錄 他在2003年加入了王家海軍突擊隊 他做了26年 這個人不是一個普通的 在街頭找回來的小運 找黑社會叫他做事 他是受過專業的軍事突擊隊訓練 但是現在整件事的表現 毫不專業 不像一個突擊隊的隊員 這一點是甚麼 是的 還有 其實這個王家海軍突擊隊 其實已經是被英國官方承認 暗中派過去烏克蘭執行一些特別的任務 你想想 這些是美國那些 六母子三角洲的級數的突擊隊 現在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這麼容易被英國的警方 捉正斷正 還要塞電話進底褲裏面 這些像不像一個 王家海軍突擊隊的表現 會不會有些疑點呢 陶先生 沒有 現在就這個起訴書顯示 這個叫Matthew Tricket 他曾經有一個輕微的案底 就是行為不檢 這個到底是行為不檢呢 我相信可能是酒吧喝醉酒 這樣打架 住人之類 那個叫Disorderly Behaviour 這個是有案底的 這個很輕微 這個第二 就是現在英國帝國沒落 很容易解釋的 他水皮 全中國13億人 再加上香港親中愛國的 都對英國今天的實力是癡之以備的 說是跟著美國人搵食的一隻蝦巴狗 既然是蝦巴狗 他那些什麼黃軍 什麼韓家海軍特攻隊 當然是實力退化了 是不是呢 這個很容易解釋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這麼差勁不要緊 問題就是這個叫Peter White 為智良 為什麼會僱傭這隻這樣的西人 一個這麼不專業的前同事 大家在HIVRO機場那裡工作 對於這個姓惠的 他是手道琴來 他是覺得是容易的 就是叫做convenience 因為以前是他們在HIVRO那裡同事 而且這個Trigger在接受英國的盤問之下 他當初是不順超這個叫Peter White的 他覺得這個人很差勁 但是可能後來這個Peter White後來告訴他 他覺得我有很多台底數可以省給你 因為我接了很多工作 中國政府、特區政府 透過我在找香港 現在在流亡在倫敦的組織 你幫我 你有些前線的工作 你幫我去踩線 你幫我去動 大家叫做見錢眼開 所以英國王家陸戰隊裡面 都豈大有夫之 一旦說到錢 你以前多高的軍人的品格 和精神都可能會受到扶植的 現在就是這個魏智良的上線 就是最關鍵的人物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或者正式來說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的第三號人物 行政經理 這個叫袁松彪 袁松彪以前是警方退役人員 他這次派駐掛單去這個經貿處 很明顯這個是有中方報局的痕跡 就是類似這個大使館裡面的武官 經貿處其他那些 例如阿太 類似以前的林鄭月娥 Bowtai是聘請她的 有個兒子在英國讀書 你竟然是自己把房 想去英國是享受兩年 於是在經貿辦那裡 聘請一份工作給你 一邊積衣服 一邊跟其他婆婆 在那裡聊天 Harrows百貨公司有什麼八折 這是一份優猜來的 自從1997年至2017年的20年 是相安無事 因為那時候根據英國政府和英國國會發表的報告書 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執行狀況 英國是表示滿意 你記不記得嗎 是吧 以及一直到遲至很久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成為歷史文件 這個關係迅速惡化 2015年 而在此之前 譬如說曾蔭權那七年 或者董建華那七年 有理由相信 這個香港特區政府和英國政府的關係 是保持良好 所以就算在1997年之後 是一些反中的示威 例如法輪功 在倫敦舉行的集會 又或者香港的一些 例如說以前的資深紀念六四的運動的人 甚至一些任何的政治活動 如果香港特區政府要求倫敦的蘇格蘭牆 幫他在現場攝錄這些片段 然後移交給經貿辦 我相信那時候是可以的 而且你是羅冠聰也好 什麼都好 你既然在倫敦那裡舉辦 這個遊行示威 這些一切公開 如果有些人走過來拍照 錄影 這個在英國是不算犯法的 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一旦你那條錄影帶 這些資訊 是直接或者間接提供給一個英國和美國 認為現在是處於敵對狀態的政府呢 那就觸犯了2003年開始生效的 英國國家安全法 是2023 是2023 對不起 2023年這個叫國安法 這個2023的國安法呢 亦都可以說是不需要說明 是針對中國和俄羅斯 是對於英美特別在虛擬世界和網絡裡面 對英國美國的各種滲透而設的 所以你的特區政府呢 在這個時候這位標歌斷正呢 是很嚴重的 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和英國呢 現在好了 多謝你 三年呢 動態清零 港版國安法和23條 再加上你的阿爺公開表態 說中英聯合聲明無效 再加上香港特區政府警察特首 這大半年和這兩三年多次用戰狼 和挑釁性的詞彙呢 是去這個回應 這個英國政府和英國國會 就香港問題的種種的取態 那現在英港兩地就抹臉了 抹臉就拿正來做 拿正來做你袁松彪這些 這些在經貿辦裡面以為 以前是可以 透過正常的渠道 叫英國警方一起幫我合作 什麼法輪功那些拍段片 你交給我 我交給阿爺 以前呢 英國政府呢 是可以閉眼開閉閉閉 但是現在你再錄這些片 是交給阿爺呢 英國政府眼中你這個阿爺呢 已經的性質是改變了 是不是 這些就是香港特區政府駐 駐倫敦辦事處這些前線的人 這些我不管你什麼哥什麼哥 那種對政治大局的那種麻木 和無知能 這是我們風雲谷說了的了 是不是 香港的政治精英是廢的 對不對 你這次還要僱用 這個叫韋智良 韋智良最嚴重的 原來你是安插在HIVRO機場裡面 自己人 你隨時暴露了你的阿爺 透過其他渠道 是要韋智良在倫敦的機場 拿出入境資料 捉其他那些 紅三代和貪官 你暴露了這個叫Peter White出來的陰功 因為控方在法庭的起訴書裡面說 他說韋智良是告訴這個Tricker Tank 我很多工作的 是不是 他的Client裡面不僅是香港特區政府 叫你去偷拍這個位置 踩線這個叫羅冠聰 還有中國政府 你現在將中方 在另外一些渠道僱用的Peter White 是擺上桌子 至於那個西人在前線 隨時是隱蔽無所謂 那些每次拿錢都是拿三幾千磅 中間有什麼人吃了就不知道 你們的阿爺是不理的 但是你現在搞到整條線暴露了出來 而且會令到英國政府 將這件事最終向中國政府計算 所以中國外交部為什麼這麼生氣 生氣是罵英國 明罵英國是罵給你香港特區政府聽的 你明不明白 不緊要的其實 全世界自古以來都有間諜 都有情報工作 這些是公開的秘密 問題是做得好不好 美不美 中國說自己沒有的 他說自己沒有 他沒有 那三四線的 剛才我說的外判的人員不專業 其實二判 原從彪都不專業 因為如果根據報導 他有什麼理由會響李家超的名字出來 就算是你同學 你認識的 一起吃過飯 去喝過酒 去夜總會 你都不能說的 因為這個是特首 第一 第二 因為你已經斷政了 你隨時要攬上身 你應該是 除了你保持沉默之外 你一問三不知 你響李家超 你不就是 激怒阿爺 因為你整件事 暗示是甚麼 暗示即是說 李家超 可能 是 李朋友之外 將你安插來到 這個倫敦經貿辦 執行一個特別的任務 你這個意思 是不是陷於 特首於不義呢 如果李家超我退一百步 真是他不知情的 他不關事的 那是不是被你累死呢 反過來 又向前一百步 如果李家超真的有叫你做的 那你還死 是不是 喂 這件事呢 我覺得 我見到不是一個特務間諜的場面 我是見到一連串 毫不專業的 大判、二判、三判、四判 這班人唯威唯在分水 我替爺爺不划 你知道嗎 我替特局政府不划 我替倫敦經貿辦的上上下下不划 有甚麼理由大家做一件貴國家的事 我代入他們 喂 你們做得這麼專業的 做得這麼粗疏的 還要把李家超還供出來 你們搞甚麼 所以為甚麼中國外交部那麼生氣 是不是 他是罵給英國外交部聽的 他不是罵給英國外交部聽的 你知道嗎 你要做學做一個中國人 不只是靠喝飲食吃去大灣區的 你要懂得中國共產黨80年來的濕政 和他的政治的心理 你還要讀過《紅樓夢》 你還要懂得涉保差 和王熙鳳裡面的對白 你知道嗎 這些對不起不是得罪你香港特區中環精英 你是一無所知 這次是很嚴重的 而且根據英方在法庭公佈起訴書 其實袁松彪一家大小都已經移民到英國 子女在英國讀書 還有在盤問之下 當然英國人問他 既然你和中國服務在拉羅冠聰 那為什麼你不回香港 他說他喜歡英國 他說He prefers Britain and UK to Hong Kong 那為什麼呢 你自己都嚮往英國的民主自由 所以這些起訴書微言大意裡面有很多信息 還有這位袁松彪一定是英國公佈說了 這個起訴書裡面說他持有雙重國籍 是中國和英國 他沒有說特區SAR Passport 現在在英國政府的起訴書裡面 他沒有說到這些叫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 是Hong Kong SAR Citizen 是說他是Chinese 所以這也是我剛才說的第二個要點 這在象徵意義上 香港現在透過這宗袁松彪案 是由英國正式宣示 你是和中國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說聽美國說 美國如果將香港列為與中國一樣的敵對勢力 英國一視同仁 所以這件事的象徵歷史性的象徵意義在這裏 這位袁松彪很明顯就是類似大陸的駐外大使館的武官 這個武官是向香港的警察特首或警方系統負責的 這就是等於武官是可以向中國的公安系統 國安和甚至軍方負責 這個是隨時是不歸外交部去管理 這些是一般來說 中國這些官僚山頭裡面的制度是敢定的 所以這次還要淚死誰呢 淚死其他香港特區政府經貿版其他邀太 那些AO那些是準的 叫Potential的林鄭 那些還給她們的上司一億 在倫敦那裡享受兩年米之年 還有在看子女很開心地讀寄宿學校那些 很快就會沒有這支歌唱 慘了 你知道嗎 被這個彪哥淚死了 那他當然是警務人 他是警察的系統 所以這次案中有案面的中案 是來另外一個叫卓榮的來收數 那個就是收這個叫Monica Kwon 是這個姓Kwon的41歲女子 這個金融投資公司的那條數 所以大家警方裡面都是那個人面 和人線是非常之熟 那他就找了這個彪哥去幫忙 那彪哥就幫了卓榮 那彪哥幫了卓榮 那彪哥就找了這個叫魏智良 魏智良又找了一個西人 結果踩線去抓Monica Kwon的時候 他也想不到這位鄺女士都有江湖的霸氣 和硬性立刻報警 是吧 第二個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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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強姦我 哎呦你要多少錢我給我給我 第二個就是這樣 這個Monica Kwon都是大家姐來的 是吧 所以這裏叫做案中有案 你從編劇的角度來說 你以為萬事是萬無一失 誰知道就是黑夜 結果就拉扯出 這個是很奇怪的 你說至於羅冠聰和什麼 南炒巴等人住在倫敦邊署 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經貿辦事處 一定知道 一定知道 這是你以前已經透過類似 這個叫為智良這種人 是一早踩了線的 是吧 那是不是說這次是上門要 要動這個羅冠聰或者南炒巴呢 就不是 但是你這條線一直跟開 和將這些情報和錄影帶 是交給中方 或者是透過香港警察的特區政府交給中方 你已經構成危害 現在2023年之後通過的英國國家安全法 就是這個意思了 這個就是回到你剛才說的 國家安全不只是管中國香港 英國也有 不過別人沒有你的嘴巴這麼高調 每天都拿出來說的 一會兒又說這個 網絡有一段音樂也是違反國安 一個這樣的體操女子 總代表說出一句話也是違反國安 別人不出聲的 別人很低調 為什麼人家倫敦還是國際金融中心呢 就是人家的空氣裡面沒有這種恐懼 人家英國是三百年的帝國主義大國 是見過大場面不會撿到少少東西 在那裡手捕捉到 這些是殖民地宗主 和他曾經統治過的土著的一個高低之別 那這次你現在做到這樣 我想英國警方和這些有關部門都在偷笑 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 叫做東思校貧的新仔 整天這十年八再 我聽到香港什麼中環精英 親中愛國 以前的英國人政治部很厲害 踩線的偷聽電話的 你們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香港這麼自由 這些兒童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兒童 是完全沒有聽過間諜 情報那些 他們眼中只是聽過一些 看過一些007那些 他們覺得以為007那些是作的 你不要以為是當真 他們是作的 直到最近幾年 那些梁振英那些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 因為梁振英對這方面特別有興趣 你知道嗎 一直散播到香港那些親中愛國 是的 以前的左派學校 左派報紙 經常偷聽電話 在那裡拿來講 講你已經是帝藏 結果你一說那些人 吹嘴的人是做不到的 結果你現在做就出現了一件 一件叫做飆歌傳奇 現在很嚴重的 你知道嗎 好嗎 就對你看看英國政府 如何將你整個香港落獲 接著後面美國在那裡怎麼看 內 就是你現在摧毀了阿爺 隨時你們的阿爺 在英國佈置的其中一條線 現在怎樣交代 這個才是重要的問題 因為呢 現在被我們王毅外交部長的領導人 和習近平總書記 在這個時候在那裡承認 是啊 令到所謂阿爺添煩添亂了 現在 這個事情 請問這個問題怎麼交代 還有啊 現在英國警方是容許他們保釋 雖然不讓他們離境 和要消禁 但是呢 都沒有香港的國安法這麼嚴厲 不准保釋 但是我有理由呢 估計呢 中間可能會有些交易的 Cut the deal 就是說呢 可能免起訴 或者變為污點證人 這些向特區政府學的 什麼屠龍小隊隊長一樣 你隨時呢 那個 阿Matthew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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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就說你特區政府還好像很可憐 就說你要公正對待 別人公正得不得了 讓你保釋 別人不會把袁松彪扣留三年 然後呢 讓他一再推遲上庭 吊銷他的英國護照 然後呢 就讓你派人去探 別人給你出來保釋 他現在聽 看完這段帶 紛紛出去唐人街 一中兩件都可以 公不公正 公正得爆了 在這個時候 你才說 哎呀 要公正對待 英國政府很不公正 英國政府 英國也有國安法 是的 你說得對 他也有國安法 所以你不要當是武道 這個世界 整個地球 不是圍繞著一個國家來轉的 哈哈 你不要 是跟著他轉著轉著 頭暈暈 你都以為這個世界 是圍繞著香港特區轉 No way 沉舟側半千帆過 人家一樣在向前走 這個世界將來進入AI世代 是不是 是嗎 剛才你還沒說完 說完 不是那些人經常說我唱 霸著麥克風 不是啊 不是啊 我以為你說我講的 不能出街 我都簡單說了 我說這個英國警方 現在就在那裡 Cut the deal 我認為保釋是一個 有可能 一個態度 一個態度其實是給三個 走出去 然後自然有人會找他們 找他們 其實是交換情報 很簡單 你多供出來 供多出來 你就沒事了 一樣可以變成污點證人 豁免起訴 或者減刑 因為這個英國國家安全法 是很辣的 如果根據現在他們判的罪名 是十四年 可以是 最高 是 逛逛的 打個折都十年八載 所以隨時 隨時可以減掉 還有 為什麼外交部 或者現在 特區政府都 疼疼的 因為隨時 整個網絡 整條線 都會起出來 因為沒有理由只會請到 這兩個 外判公去做事 其實一定還有其他 因為 你要監控英國的 所謂的通緝人士 或者其他人 需要的人手資源 不是只有這兩個 現在跟著下去 英國警方 就要把你後面 所有線出來 這個起訴書顯示 在同案還多拘捕八個人 這八個人 總共十一個 現在只控告三個 其他八個人 放回去 還有 這個隨同 這間 叫做 這個香港的金融投資公司 Monica Kwon 那間 那個老闆 那邊香港 來了一個姓周 叫Tinner 聽那個 姓氏的聘音 是中國大陸的人 的高級幹部 就帶著這個叫做 卓榮 的前退休探員 是過來 找袁重彪 叫他幫忙追回這條帳 那所以 這個裡面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來說 袁重彪私底下 如果是幫這位 卓哥 是跟這些 金融投資公司收帳 請問有沒有違反 我想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有沒有違反 香港公務員守則 是吧 他在外面 這些 收水這些 幫自己 退休的 有些 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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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找 那些 那些 公務員 事務局 有違反任何 守則 你要說的 這件事 立法會裡面 我覺得 謝偉俊 應該 舉手問的 或者是工聯會 小妹妹 那些 因為那些親中愛國 你現在聰明了 你会看到 这一任的特首现在快过一半 下一瓶这么厉害的出来 你们上面的中央爷爷下一任的特首会不会 还是比现在这位做多五年呢 这些不用我说 香港亲中爱国他们自然有几十年的触觉 所以这件事是多美多名尼骨牌 引起的效应是非常之严重 甚至是可以改写今后香港历史的走向 至于这个袁重彪 我预言他会成为何志平第二 你知道吧 这件事 然后进入了 是吧 谁代表他 谁出钱和他请律师 是吧 还是香港特区政府是你的官员 是吧 是前警队 而且现在你放在经贸办里面公布 是吧 到底是哪个认头 是吧 中国当然不认头了 中国没有叫你这样做 我没有叫你找这个人这样这样搞 这些对不起 是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范围 中央不管 既然是这样 你弄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当然很生气 是吧 所以 香港呢 这十几二十年来 真是旅旅出现这样的 既要被逼玩政治 又不知道政治空险 就以为自己呢 那几十年读的那些翻书 例如林郑月娥之流呢 年年考第一是很聪明的 认为呢 大地在我足下 认为这个世界呢 就是找水的而已 是何足挂齿 结果呢 是年年嗨野 前有陆长安 何志平 后有这一位呢 悲剧人物叫袁崇彪 我希望他不是啊 这个叫袁崇煥和壁血剑里面袁成智的那个后代 如果是呢 就实在太悲惨了 很可憐啊 知不知道 因为呢 袁崇煥呢 也都是因为不懂得帝王政治那种阴暗 而被崇禁皇帝 拉了去北京 那处千刀万垮 很可憐啊 这个世界 你同在前线 做岳飞呢 心甘命底 去左撲右腾呢 最终是被人摆上桌子 做犧牲品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要说啊 鲍Sir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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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冠陈士 我就留给你 够了 要是说 你说这些人说 我抢咪不好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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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这是 简单说啦 我就希望袁崇彪 就不要做何志平了 因为何志平很惨的 对吧 就是 出回来之后呢 就是人情冷乱是不是 这一点 另外 因为他老婆子女都是在英国嘛 既然如果已經定居了英國 你當了英國人 那你就和英國政府合作了 是吧 有話好好說 將你所知所見 或者你的手機紀錄 文件 開銷那些東西全部供出來 那就可以解決了你的罪名 甚至豁免起訴 這個方向可能是一個出路 千萬不要立上身 正如有些親中愛國 藍絲說 既然你們這些香港人移民了去英國 為什麼還整天在說香港事 是吧 有人問過我和你的 這個問題非常好 對於袁松彪這些香港特區的政府 既然你已經拿到英國籍全家在英國 為什麼你還和香港特區政府做事 是吧 請藍絲和親中愛國用同一個問題問他 好不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收看 《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拜拜 好 謝謝 拜拜 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負陷世界這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下手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汇 敗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機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否覺得跟林鄭和楊振力有某種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甚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我就給他統戰了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否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就是做一個秦代呂不偉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的 奇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拿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的 梁啟智未到 黃衛倫 黃衛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是很不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是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的 這個亦是一個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高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高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高再會